我從做律師到現在 我覺得要做一個有良知的人 如果只是為了利益去從事某一個職業 我覺得不太好玩 開場了 我是把豬當著人來看 沒人這麼做了 都用工業化的方法來做 你今天都得下去了 你這一輩子過得挺不錯的 今天是第七個年頭了 我們家已經沒有錢在那田了 你看厲害比我的力氣還大 接下來我要開發的一個產品刺身 你看我們19後都相信何老師 如果他一步走錯了 我們就跟著一起錯了 你們只能看不進來 好等會等會給你滅住了 哎哎哎哎哎 乾爽了 走走走走 不准進來啊 這個豬我一直訓他們 訓練他們統一的號令 開場了啊 我感覺他能聽懂我的聲音 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很有智慧他做律師 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他能解決 是市政府的法律顧問 什麼市長的法律顧問 這一系列的東西都來的時候 他又走了 我就反正都很激烈了 他原來做律師的話 我每年幾百萬是簡簡單單 是隨隨便便的嘛 我原來 你現在這麼多年了 今年是第七個年頭了 你沒有去賺錢 你還是一直在往裡面投你是說 這個天氣變化了以後 你們就記得家庭藥 中國的經濟現在處於非常低谷 因為我要堅持我的牧竹模式 風險一定是很大的 晚上 對晚上就餵這個料了 我養的這個野豬 兩年多的還沒有上宅 哎呦 虧了何老師 放了這麼大的場 我就跟何老師說 能不能夠支持我們的村子 他說要我們成立一個活動社 跟這個村民一搞起來以後 你就又要投入了 你就又沒錢收了 我跟農民和主 跟我養豬是對我信論 最終沒有效益的話呢 農民也不會信我 市面上的豬均價大概在12塊15塊 我是按10倍的價格來設計 過去沒有人來開個餐館 所有人都很緊張 會不會有人來 畢竟這是一個山嘎樂裡邊 接下來我要開發的一個產品 赤身 有變中國沒有 到了馬上只有跳石子才有 只要跳石子才有 以前就放得沒有 真苦哦 我奶奶也苦 爺爺也苦 雞蛋贏的好苦的 我家裡就是 兒子讀書的時候 零花錢不夠啊 他就想去打工啊 餐廳要開業了 我就要我們的兒子回來 哈哈 兩個孫子呀 回來要這裡呀 我們兩兄弟就是在無錫工作嘛 我是先去的 去了有快五年半 在場裡上班 後來把他也帶過去了 剛滿15歲 然後就出去了 他開始叫我回來嘛 我第一反應我 我本來在工作的嘛 有個好工作 然後我又想了想嘛 不知道在家裡幹些什麼嘛 我什麼都沒接觸過 自己在家切個菜我都不會 肯定有很多問題的 我們只能說一步一步的來 待會兒 待會兒我們讓這頭豬走向它的最後旅程 好好吃 我有时感受住下去 也是心里有点舍不得 后来我给自己找到了宗教的根据 佛造出那么多动物来 一些动物为另外一些动物服务 猪就是其中之一 我只是让它过得愉快一点 你今天都得下去了 你这一辈子过得挺不错的 我也没办法 你的为能力做点贡献了 我自己养的猪 我是不忍心去杀的 屠宰了那么多猪 我没去看过一次 我说这两年我真的 这两年要力很大 这两年我是睡不着 今天睡不着 所以我那天是跟小李生 我们什么时候去你那边聊聊 为什么现在要贷款呢 我没有办法了 你贪子不大了 当时我跟他结婚 我们身边的人都反对他 是为什么 就是说他家里比较穷 他是农村的 家里兄弟姐妹那么多 他有老大 我家里是城里的 我也想我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一辈子在住他 所以我很委屈 我就觉得他的事业比我重要 我跟他一步走错了 我们就跟着一起错了 哎呀我那天才知道 老百姓为了我干活 又把自己的小孩 从城市叫回来 就是那一下子感觉有压力 我说再做不起来 我不知道怎么给先亲们交代 各位乡亲们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游客就会不断地发现跳石子 把城里客人请进来 了解我们跳石子 遥助人民的生活 恭喜乡亲们 发财 长沙的客人来到这里 他那边肯定要吃得很辣的 但是我们何老师要求的 我们是搞的是原生态 我可能接下来又开发一个菜品 就是直接生吃了 中国的猪还没有那么刺身的 有点违反传统 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 大家都担心会有寄生虫 我来表演一下 哪个年轻人打蛋你可以跟着我吃 我都没有预计到是有那么的游客上来 我就觉得高兴得不得了 要是没有他那种无私的精神 也不会有今天 我们就很感激他 所以说他说什么 我们都相信他 所以为什么我随着生他的气 我最后好像又原谅他 他这个人可能确实是那种很有牺牲精神的人 想想他做这个事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发现有时候也有享受 我要把满山的东西卖到广州 卖到北京去 我们大家都来做安全食品 引导一百万农民 中国的食品安全就没问题了 好 谢谢 谢谢 我认为中国文化一定是一个版样的文化 有了版样就会有人在学习 我的幸福感比做律师餐多了